外媒彭博社和路透社的报道指出 拜登政府已经通知部分华为供应商 将收紧以前批准的出口许可证条件 禁止下华为出口用于或搭配5G装置的零组件 包括半导体 天线和电池 科技网站Mark Commerce周四报道 苹果计划自行开发5G数据机晶片 预估2023年发布的iPhone机型 将全数搭载这款自制晶片 科沃博通台积电有望受贿 美国财经发龙周刊报道指出 若台湾水情持续吃紧 半导体产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 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和经济部长王美花 12日都做出回应 经济部允诺调度节水 攀到5月底都还能供应民生和产业用水 并说晶片制造等科技产业是台湾强项 经济部会确保能够供应 金融时报报道 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TikTok 11日在巴基斯坦被禁用 理由是平台内容不道德 令人反感为由 这是自印度去年夏季 封锁TikTok以来 TikTok再次在南亚遭境 新唐人雅哈电视这里报道